大家好,我是飞飞,今天是1月10号,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乌克兰危机以及美俄之间的紧张局势 可能很多人都十分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争霸陷入冷战,苏联解体冷战终结的那一段历史 那现在一些评论家是把美俄关系形容成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到乌克兰边境的战争阴云,再到哈萨克斯坦的局势恶化 这些看似分离的事件其实背后都是前苏联所覆盖的地缘政治空间的持续裂变 里面体现的是各方博弈,那这是当今世界一大危机的源头 要去理解乌克兰危机其实要从两条线去看 一条线是乌克兰内部亲俄罗斯和亲西方的两股势力的冲突 那另外一条线呢则是北约东扩触碰到了俄罗斯的红线 先说一下第一条,那时间倒回到2013年 时任乌克兰总统突然叫停了和欧盟筹备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的协议 转而强化和俄罗斯的关系 这是引发了亲欧派民众的大规模抗议示威 那后来亲欧派是控制了国会成立了新的政府 新的乌克兰政府将加入北约作为外交策略 力推融入西方阵营 但是乌克兰一直有一股根基很深的亲俄罗斯势力 尤其是在东南部的顿巴斯地区 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克里米亚 2014年俄罗斯驻军和克里米亚亲俄议员发起全民公投 最终的结果是克里米亚在2014年3月宣布独立 加入了俄罗斯联邦 那顿巴斯地区的其他亲俄势力也在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当中占了上风 宣布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共和国 变相成了乌克兰的国中之国 那乌克兰政府肯定不承认这种所谓的独立 派兵是和当地反政府武装交战至今未果 那为什么乌克兰一直会有这两股势力的冲突呢 这就要说到它的战略地理位置 那乌克兰是连接巴尔干岛和中东欧的要道 顿巴斯地区更是兵家必争之地 那苏联成立之初的内战期间 红军白军在顿巴斯地区就是反复激战 二战期间 纳粹德国和苏联红军也在这里反复争夺 发生过二战史上著名的顿巴斯战役 那顿巴斯多数当地人的母语是俄语 超过一半人信奉俄罗斯的东正教 有着深厚的俄罗斯文化的根基 相比之下乌克兰中西部 历史上呢是曾经受到波兰和立陶宛的影响更多 主要信仰的是基督教的新教 所以说乌克兰内部原本就是有东西两个文化方向的矛盾 那这是内部的这条线 而第二条线呢外部线则是冷战结束之后 俄罗斯地缘政治空间的紧缩 那北约在1999年和2004年的两次东扩 是一步步的压缩了俄罗斯的政治势力范围 对普京来说如果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两个和自己紧邻的前苏联成员国也加入北欧 将会触动到俄罗斯的安全红线 于面子上过不去 于里子上等于美国的武器随时可以布置到家门口 所以俄罗斯必定通过强硬的行动和美国谈判 甚至不惜采取行动 在内外部这两条线的演化之下 俄罗斯近期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数万人大军 希望对美国施压谈判 那本周俄罗斯将和美国进行三轮会谈 美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 并且强调主权国家有自主选择联盟的权利 也就是说不可能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 希望俄罗斯不要入侵乌克兰 而俄罗斯则是提出更高的要求 那就是美国和北约承诺停止北约东扩 不仅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不能够加入北约 而且是要求美国不要在非北约成员国的前苏联领土上 建立军事基地 不同这些国家发展军事合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前释放出悲观信号 俄罗斯在边境成兵十万 等于把枪顶在乌克兰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很难取得进展 那如果双方不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战争和制裁很有可能不可避免 我们也将和大家持续关注这场乌克兰危机